相对来说就和我们大家想象当中是差不多的 项羽是因为妇人之人 觉得我呢 你说大将军 我这么威风的谁能惹我 谁敢碰我 不绝对掌控局面 你说再跟刘邦较真 那会儿刘邦是什么 先进了咸阳 本来呢就跟这个后来这个淮王啊 双方有约定 就是定好了谁先打进咸阳 谁就是皇上 谁后进来的 谁就得分 当时呢 刘邦偷鸡取巧 先进了咸阳 兄弟们 我们到咸阳了 但是进了咸阳呢 刘邦开始以为自个儿没事 我这花天酒地 可是萧和指都怎么回事 张良指都怎么回事 你这一路咸阳 不是救国富民 而是祸国殃民 入咸阳当秦王 本是怀王要刘将军 与项羽作对 而从中取利之际 刘将军 你已带咸阳百姓惹下屠城之祸了 最后结果呢 刘邦是 财务无所取 妇女无所幸 就没跟哪个女的好 也没有呢 把这个秦国的这个金银呢 都弄到自己手里了 同时这个项羽呢 带着大兵过来的时候 他要按照求项伯 这个项伯呢 是项羽的输送 当年刘邦对他有 就求项伯说 你看看 我那个佩公 刘邦 没得干这些乱七八糟事 就等着大王来的 你得跟他说两句好话 就这么本来项羽气势汹汹 来要灭了刘邦 而且项羽身边的谋士 他得雅富范增 范增当年呢 跟着项羽的叔叔向梁 还有谋略一位 这范增说 你不灭刘邦 将来刘邦就得灭你 本来项羽是铁了心要灭刘邦 可是一听项伯这么说 他心眼活动 我是绝对掌控局面 你说我要跟刘邦 这么个无赖较劲 人家对我恭恭敬敬的 一听说我来了 吓得马上就要到 这个地方来见我来了 这地方叫霸上 佩公军霸上 在这个地方摆红梅 他再来见我 这项羽这时候心眼就活了 他本来跟范增约定的是呢 范增在席间一举预配 项羽一回首咔嚓 刘邦命就没了 可是呢 到刘邦来了 你属下刘邦 参见向了 恭恭敬敬说两句好话 溜须拍瓦 项羽就不想杀刘邦 觉得咱刘邦自己没面子 因为我怎么 你看人家也没干啥 我杀人家 要不说项羽是妇人之人 这个人心不狠 地位不稳 他没有从斩草处根这角度 跟刘邦俩人俩人推背换产 喝的还挺热乎 范增一看这可不行 怎么办 赶紧把项庄叫过来 这是项羽的足利 上去武剑出兴 我把刘邦改了 这项庄上就武剑了 眼看就要冲刘邦 使劲要杀刘邦了 项羽站起来 一人五无 两人五 我跟你来 付出党的配合 这里头早就有事 这里头送上去了 所以就这么 刘邦把这条木绑 这时候张良 把刘邦叫出来 刘邦上厕所吗 喝多了 上厕所 张良说你还在这待着 一会就容易出事 张良同时 又把他下边的一员大将 樊快 派进账里了 这樊快进到里头 不管那事 不及护了 他是一个实际的 灭 Contact 您关注 您帮助 暂账 您 那 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几乎鸿苑这一个事 就决定了楚汉相征 这些年历史画卷该向什么方向延长 当然从这个事上 我们能看出来 刘邦大战复能神能驱 装王吧装孙子他都不干 项羽呢 富人之仁 小不认则乱大谋 在重大问题上 当机立断的能力不够 做不到心狠手拉 所以由此 争雄天下 获得天下的机会 在他手里就白白流失了 那么当然洪梅艳呢 只是楚汉相征一个演员 刘相之间 争斗 最终其实是人和人的争斗 这个人和人的争斗 刚才我说了 刘邦是个无赖 心狠手拉 他也不在乎 能娶能神 项羽就不行 那么这种性格 体现在 刘相之争的 绝对性因素是什么呢 还是人的因素 首先第一个人的因素就是 他怎么用下边的人 刘邦你看着 说好像是无赖 也不讲信什么的 但是他对手里些人 用人不依 依人不用 敢于放手 而且真舍得出 舍不得还套不住狼吗 你看他用这些人 咱们说萧和 那时候楚汉相征 行阳大战打三年 要没有源源不断的 后勤保障和补充的话 刘邦根本打不了这些战 当时权杖的萧和 保障后勤 咱们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这个后勤太重要了 而且萧和 是治理天下的能手 包括户籍 财政 税务 这些事 他都捅 你再看张良 张良是个高水平的战略家 他能够站在一个战略角度看 天下大势怎么着 他虽然不具体打仗 张良才叫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韩信 那更不用说了 军事奇才 这个人唯一毛病 政治上太幼稚 总觉得我帮你留帮了 我帮你你就赢 帮项羽 项羽就赢 我这样当个齐王怎么来 我封王怎么来 他觉得是应该的 可他没想到 你封了王势力这么大 你又军生这么有能的 会打仗 刘邦能放心吗 所以他在阵上的政治友 最后一步一步 给他弄到死地下 最后被吕后 在魏阳宫里击杀了 但是 韩信这个能力 最好 你再像前面我们说这反快 义勇之夫 跟这个刘邦是连金 别的说谋略上谈不上 但是冲锋陷阵 非常忠诚 送死这都不怕 所以你看刘邦下面这些人 搭配的非常俊横 管后勤的 管战略的 具体打仗的 有战术的 冲锋陷阵的 你看他全有 就是他身边的这些人 真正做到了资源护股 优势搭配 这一点刘邦说的很清楚 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说带兵越多越好 说这能力肯定比刘邦大 刘邦都承认 带兵打仗 我不如韩信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我不如你张良 你押韵粮草 源源不断能补给上 我远不如你萧何 可是我知道 用你们三个人 在这三个方面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 你现在看一个大公司 什么西欧老板 他不见得能干什么 他会用人 他知道在哪个岗位上派谁去 而且我要用了你 我就不怀疑你 我要给你充分坦诚的东西 而且刘邦那个时候 也不小心 有功 我必赏 这一点项羽跟他比就差多 项羽身边本来也有高人 陆续的都能走 项羽不但容忍 你看刘邦 他身边有个谋士叫利益鸡 一鸡俩就是食品的石和其他的鸡 有人念利益鸡 他念本 利益鸡 这个人叫高阳酒徒 说白了就是一个喝多了酒耍酒疯 见到女的走不动道 这么一位 可是这个人呢 有些套略 刘邦就能容忍他 我听你的 给我出的主意 然后你生活上这些乱七八糟事 我不管 项羽不行 项羽这个人他要看不上就死看不上 结果最后弄得身边的人呢 谁知青色无语 人知茶色无从 门也跟着他来 我们虽然是君臣 却情如受挫 今日我八面被围 你们没有请我 就那么一个大谋事 哑呼范增 范增还后来呢 项羽觉得看他变得 为啥 良药苦口 忠言逆耳 范增说着话不受听 最后把范增打不走 范增一来去回家路上 背后伸个红疮 死了 项羽后来后悔了 就这么一个大谋事 他都没用好 这是当年他叔叔向梁 死之前托付他 你管他假付 他仅次于你爸爸 你干爹 你看这项羽都没用好 你等项羽身边呢 就像装像膊这样 一瓶布满半瓶子逛子 各怀西府市 他这个关键在什么呢 项羽不仅不会用人 他用人知数也差 用人知数差在哪呢 你比方说这个抠门子 项羽是舍不得钱的 你看这大英雄有时候挺怪 很厉害 下边的将士有了战功 他装看不着 不给封赏 把那些有的将士气坏了 我立了功 你前面咋也跟我封枪 怎么就舍不得给呢 后来有不少人都跑到 刘邦那边去打仗去 就不跟着你项羽 他要封谁当什么官 不得给官印吗 舍不得呀 把这印摸索来摸索去 最后都能当镜子照了 舍不得把权力和金钱给下进 因为想天下都是你的 这些人都是你的打工仔 你担心什么呀 所以这项羽心胸啊 确实在想不开 所以在用人这方面 他照刘邦可差太远了 最后身边重判情 门跟着 你看刘邦那边 有人说刘邦也不想 狡逐死 总果风飞鸟进梁工厂 敌果或谋尘亡 还信他们不都死了吗 但你别忘了 这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杀功臣 他没得天下之后 那可对这些人很好的 所以刘邦在用人这方面 远远高过项羽 这是项羽失败的一个最根本原因